根据你的心理状况 他配你的保健病有的时候都不一样 不是每个月的保健病 不是一直都一样的 不是像医院吃药 给你配 差不多一个月 他每次配四种或者五种 他不一样的 他就通过我口数 他说配什么我就吃什么 我本来我脸上以前班特别特别多的 那现在是不是有点淡化了一点点 一模一样的 吃了根本没有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还是这样 没有的原来也是这样的 根本没一点效果的 是不是因为每天生活在一起 每天看到 所以这个变化不可能 没有变化 一点变化 没有变化 徐先生还拿出了一张 妻子服用保健品之前的照片 他说前后根本没差别 保健品是妻子去年八月 通过一位卖化妆品和保健品的朋友购买的 保健品就是这种胶囊 还有日用品也是从那个朋友那买的 有洗手液 牙膏牙刷等 有的产地在江苏 有的产地在广州 一万七千六其中有四千块钱是日用品 就是比如说洗衣液啊 什么洗头发的 那你用这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呀 那剩下的那些钱呢 是做什么用 剩下的那些钱不是 等于是一万千 还有一万三千六 不是要吃那个保健品吧 就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嘛 保健品 妻子平时都放在这个小盒子里方便服用 生产商是江苏安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来这位朋友的店不开了 妻子又开始在东阳的一位女女士那里拿货 还冲了会员 徐先生说 冲会员表面上说是以后买产品有优惠 但实际上是诱导会员去发展下线 他如果是这个钱用完了之后 他会拉下一个领费过来做这个产品 这样上线拉下线是随着传销 是等于是违法的 那直销也是要去拉人的 能传人的嘛 所以我目前还没去拉人 因为我自己还没感觉完全好 我说等我完全好了 我再去介绍人家人 这才会相信你对不对 拉另外一个人过来 他会给你提成的还是怎样 对 公司会有奖励说是两千八 一个人两千八 一个会员两千八 不是一个人 他要认完那个人 也充176才两千八 杨女士说 保健品不是直接淡斑 是通过调节身体状况 间接达到淡斑效果 也不是一次性配齐 基本上是一个月一配 每次都是四五种胶囊 有力持起凌孤胶囊 会身胶囊等 主要起到抗氧化 抗衰老 调节免疫力和通便的作用 记得看不出这和淡斑有什么关系 杨女士说 其中 绘身胶囊主要是置斑的 我想现在就是 能肯定要退钱 不能全部只要一万七千六 就这样 白白的发这么一点钱 骗了一万七千多万人 我心里不关 我觉得我老公在屋里起了 那个 反正反正他觉得保健品都是骗人的 我就说现在吃都吃掉了 哪有什么退得了钱啊 你说是吧 他说这个没效果 我说人家照片看得到的 杨女士带记者找到了 她在东阳的拿货店 位于东阳南市路 一幢居民楼内 门口挂着一块招牌 写着百军建堂 进门又是一块牌子 写着安徽国际 欢迎您 屋内货架上摆放着不少 保健胶囊和日用品 您是从哪拿货啊 我们就是公司拿货的 直接从公司拿货 快递寄过来吗 还是这样 快递寄过来的 咱们是采取一个 什么样的营销模式啊 直销吗 就传统模式呀 他说那个初会员 发展下限那些是怎么回事 就直销模式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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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个传统的模式 他们办了会员以后呢 比如说会员吃完了 他们可以享受折扣 倪女士说 自己也是经人介绍 接触到了安徽的产品 从2012年开始做销售 便秘了非常的严重 然后是我一个亲戚告诉我 他说你这个石阳云菌 你弄点吃吃 弄点吃吃的你会好 吃吃的还真的好呢 那您当时有充那个会员吗 我也有 也是充会员 什么时候充的啊 我找来 我是09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充多少钱 我是5000那块钱 徐先生联系了东阳市 无宁市场监管所 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检查 有没有具体的合同 或者说那个 优惠的一些书面资料有没有 都口头说出的 你这个会员还蛮简单的呀 如果我治好了 我分享给别人 那如果下面的人 办了会员也有2800 这个就是一样的嘛 直销模式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这样的吧女士 是不是 对啊 其实他并不懂 并懂 其实他虽然吃产品 是不是那会员 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现场是看了一下 他那个保健食品是 这两个保健食品是 我们是都查出来了 然后呢 就说他的功效 他的那个保健功能 也仅限于这几项 目前来说 我们是好像没收到过 这个发展下限 这是这种事 但是可能是他 也可以继续下我们反应 有些事情 可能是会员 打你一天吧 也很难 充了职 然后可以 可以说单的 就是说折扣 这是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还还要继续调查 1月11号 徐先生向记者反馈说 17600的会员费 你老板退了他们8200元 还有妻子背着他 在那里买的一台 13900元的空气净化器 也退掉了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